民進黨一不高興就要釋憲 你每一個法案都去試啊 吹哨者保護法你也要試嗎 館長你考慮一下 你出一個T 叫做我違憲 我就穿到立法院嘛 在民進黨的眼中啊 你們什麼都違憲啊 他為什麼敢這樣做 很簡單 媒體在我手上嘛 要不然我們幾十億上百億的預算 去養那些媒體是養假的 所以你今天還沒省這個嗎 因為還沒有啊 絕對給你砍得乾乾淨淨的啊 現在對我來講啦 民進黨一不高興就要釋憲嘛 那沒有關係啊 那你就去試啊 那你就去試啊 你每一個法案都去試啊 吹哨者保護法你也要試嗎 我又要講到吹哨者保護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你也要試 我們那時候兩年前喔 在我直播節目上講 都幾年了還在演繹 各位 XX咧 我們今天要過完了 還在演繹 還在演繹啊 吹哨者保護法 現在兩年後 二四年底了 民進黨真的是下山爛耶 這怎麼搞 他們好像就是 吹哨者不能保護 他們是很怕過這個嗎 是啊 過了他們就一直 很多廖牙 是啊 就一堆廖牙他們就完了 是啊 他們現在喔 不僅是不想過這個法喔 那一天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你仔細聽民進黨那些人在講 他們現在 現在已經試圖 想要把吹哨者的形象 把他轉化成台灣人傳統觀念的廖牙 就是說出來吹哨的 那些都 有心懷不軌啦 別有意圖啦 要敲詐勒索啦 他們現在腦 沒有啊 你不想說你做壞事 對啊 他們現在喔 你仔細去聽 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聽中嘉賓 吳思雅他們在噴出來的話 大概就是像這樣的話 我一直跟他們講耶 崔少哲保護法是2017年 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耶 施改國事會議的主席是蔡英文耶 而且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國外都有啊 然後找來的人 都你們的人耶 所以我那天當場在那邊嗆他們 說好 民進黨的立場是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不必遵守沒有關係 我那天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跟他們在對談的時候 我先把這件事情鎖定住了 是 你以後接下來喔 你不要再跟我談施改國事會議 有結論 我一定賞你兩巴掌 你民進黨自己都說啦 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2017年做的結論又怎樣 我現在2024年啊 時空環境不一樣啊 我有別的想法啊 你咬我 垃圾 那沒有關係嘛 我要的很簡單 你民進黨就記得這個標準 到下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不要再拿那個是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民進黨那些人真的啦 他們那群人腦袋空空 不知道施改國事會議做哪些決議 但施改國事會議做哪些決議 我腦袋裡面 記得很清楚 是 歷歷在目啊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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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哪些有做哪些沒有做 民進黨現在態度是怎麼樣 我很清楚啦 那他們是 反正在講這件事情 合我的 那我就用 不合我的 即使是施改國事會議 即使是民進黨過去的主張 即使過去蔡英文講什麼 賴清德講什麼 全部都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沒有關係 他為什麼敢這樣做 很簡單 媒體在我手上嘛 對不對 我就拿媒體專門噴你們嘛 我就用媒體噴你們啊 那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自己的媒體 怎麼會拆我們民進黨的後台 要不然綠媒是想假的 要不然我們幾十億上百億的預算 去養那些媒體是養假的 錢砸下去還是會有用啦 那媒體就乖乖跪在地上啦 我明年的預算你還要不要 你要你現在就給我跪著啊 老師你今天還沒省這個嘛 還沒有啊 大大力的準備好了嘛 砍得乾乾淨淨的啊 絕對給你砍得乾乾淨淨的啊 砍得乾乾淨淨的以後 在野黨 杯葛政府 我們要做重要的政令宣導耶 我們重要的政策沒有辦法宣傳 沒有辦法給這些電視台 導致行政權的政策 一般的民眾沒有辦法了解 這樣子的話 違憲 他們現在要喊什麼違憲 我已經都不驚訝了啦 有可能 館長你考慮一下 有可能 你出一個T 叫做我違憲 就三個例就好啊 就是我違憲啊 你就出這個T 我就穿到立法院嘛 在民進黨的眼中啊 你們什麼都違憲啊 他為什麼說你什麼都違憲 因為憲法法庭我掌握的啊 法官都是我的人 違不違憲是我講的算啊 你只要做什麼事不合我的意 很簡單第一句 你違憲